我简单的谈谈美国 现在 全世界 包括我们中国 有很多人崇拜美国 有很多人害怕美国 这人不在少数 崇拜美国 这些人不是崇拜他的自然科学 是崇拜美国的 资产级的民主 资产级专政 崇拜他的腐朽的 资产阶级的 生活方式 问题在这 毛主席 他的科学论断 具有穿透性 能够穿越历史的时空 在延安时期 美国记者曾问 请问 主席您怎么看 美国的科学 毛主席怎么说 说美国确实 了不起美国确实 有科学 可惜 美国的科学 不掌握在人民手中 而是掌握在 少数的资本家手中 这是根本 这是本质 掌握资本家 资本家掌握的科学 技术 掌握资本家手中 是用于 榨取工人的血汗 一切反动派 一切地国主义 都是纸老虎 美国的原子弹 吓不到人民 美国的原子弹 吓不到中国人民 即使美国的原子弹 把地球毁灭了 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太阳系当中 可能是个问题 在宇宙当中 不过是一粒尘埃 全世界人民 团结起来 打倒美帝如意 一起一切走狗 这期间的国家 给于家人美国的原子弹 这期间的国家 第一剧